好,谢谢大家 好,所以这种菜拿到的时候是冷冻的 那其实在风嚼方面都很简单 今天我们就用办公室的这个电锅 就做出了各样的年菜 有素的也有荤的 好,那你一大早呢 你的同仁就来这边忙着 这个是切花摆盘呢 出自于我们的美女 其实我们都有寒冬送懒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呢 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年菜 送到我们的每一个服务家庭 而且这一次呢 非常感恩我们的创办人 吕松林先生 还邀请了爱心企业家 一起来赞助,共襄盛举 所以呢 我们送出了三百多份年菜 地区呢 涵盖了整个台中市 包含了偏远地区 还有不只是我们的服务家庭 我们台中市的经济边缘户的家庭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 收到这一份温馨的关怀 谢谢警员 很多到家长们跟一些志工朋友们的帮助 那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冷冷的冷冬里面 然后能够得到这个温暖的年菜 谢谢大家